男人只是在手术室睡了一觉 就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都被切除了 因为他要适配最先进的机甲 拯救国家鱼威王之中 宇宙世纪79年 吉文公国已经联邦政府开战将近一年 因为吉文公国潜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联邦政府仅一个月的时间 便损失了40多架机甲 为此他们便派出了一支精英小队 决定要彻底铲除敌军的狙击部队 可他们在潜入的途中 却不小心暴露的位置 于是变成了火把子 他们还没有看到敌军的影子 就已经被消灭大半 反观吉文公国的狙击手 他们利用先进的狙击 泡源在千里之外便能杀人与无形 就在他们互相比拼谁杀的人多时 其中一名队员的机甲 突然出现了故障 他打开舱门想要检查一下故障 外面却突然闯进来一个人一枪将其杀死 原来这人是精英小队幸存的队长一诱 为了返回基地便选择偷摸过来抢走机甲 临走前他还不忘嘲讽王牌狙击手达里尔 自此两大顶尖高手便结下了梁子 不久后经营小队的伊欧回到了母舰 舰长得知队员们损失惨重伤心不已 于是决定要派出超级大杀戟高达 伊欧成上了高达 即将开始一血前耻 吉文公国的狙击手看到他之后连忙射击 可高达速度快的李补根本射不中 狙击手就像是被猫钉上的老鼠一样 打也打不过逃也逃不掉 狙击小队见证连忙对他提火 可在高达的机动性面前却仍然无济于事 等待他们的就是被逐个击破 在伊欧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的时候 王牌狙击手达里尔找准时间一发入魂 可下一秒 高达却只是受到了一些皮外伤 并不是高达的护甲有多么离谱 而是他运气好到离谱 放电线下扭曲了激光炮 所以没伤到他 伊欧抓着受损的狙击手 当作人肉护盾 达里尔一旦开枪 就会顺带射死受伤的队友 他趁此机会迅速靠近达里尔 转眼间就来到了达里尔身后 瞬间炸掉了他的狙击枪 随后准备送他下地狱 就在达里尔要被干掉的时候 他竟然掏出了炸弹 要同归于尽 伊欧见此情况便连忙逃离 可过了一会却发现自己被骗了 那个竟然是个假炸弹 当他想再次逮住达里尔时 却发现他早已经溜走了 不久后达里尔成功逃回了母舰 当他从昏迷中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左手也断掉了 本来就没有双腿的他 现在就仅剩下一只右手了 但更加让人绝望的事情还在后头 因为高达的参战 吉温公国在战场上打得节节败退 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全军覆没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科学家希望舰长能够启动 新一代实验机和高达抗衡 现在唯一缺少的 就是一个没有四肢的驾驶员 因为实验机需要通过一支操控才能发挥他真正的实力 他知道达里尔因为战斗失去了左手 于是便想要把他的右手也切掉 这样就能够完美适配实验机 尽管心地善良的女技师觉得这样太过于残忍 可他如果不乖乖照做 自己那个被定为叛国罪的父亲就永远也不可能出狱了 刚刚因为战斗而失去左手的达里尔 现在又被送上了手术台切除谨慎的右手 伴随着手术道在他右手划过 达里尔便失去了唯一的肢体 当他醒来之后自己便成为了只有一具身体而没有四肢的人 最终成功是配了实验机 成了最完美的驾驶者 成了唯一能被扛高达的机甲 成了唯一能备 成了唯一能够的耳证 是第一种耳证的身体而是第一种耳证的才能不忍 发生的 成了唯一能够写算 尔便宜